洗好的内裤晾晒在阳台 第二天却不翼而飞 三十多条内裤频频丢失 连续两个月天天如此 这盗贼也是生猛的很 哪里是来偷东西的 这是给自家商店进货的吧 这偷到间隔 搞得人家买内裤都来不及 想到这两位女士极恶心又害怕 既然有胆偷内裤 万一下子贼心色胆膨胀 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呢 杜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是租在这个小区 刚搬来不久 同住的还有一位女生 刚开始她们把洗好的衣物 晾在阳台 可内裤到了第二天就没有了 起初她们是觉得内裤 轻被大风刮走了 也就没太在意 但接连下来的日子里 她们晾晒丝袜之类的 贴身物品都在 唯独内裤不见 两个月里二人三十多条内裤 无一幸免 这才觉得不对劲 大风哪能只刮走内裤 肯定是被人偷了 有次在阳台外面发现了丢失的内裤 就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应该是色贼进货的时候 不小心被人看到了 才停止了进货风了 每次洗完衣服 就是盗贼进货的时候 这盗贼也太准时了 职业素养那么好的吗 多女生的事有面对记者的采访 说着说着都忍不住 被小偷的准时偷到给气小 这盗贼连续进货 把两姐妹的内裤偷得一干二净 害得两姐妹连夜出去买内裤穿 哪怕为了下次能有机会再作案 好歹给她们两姐妹留个几条吧 是一点余地不留 说到这 都女士也是感叹 盗贼一高人胆大 自己和室友住在这栋楼的八层 而他们那样衣服阳台外面 有一个不到一米的平台 而这个平台刚好可以连接到八楼走廊 中间有一个栏杆 为了满足自己的喜好 能及时进到最新款的货 每次来都要翻过栏杆 站在这个不足一米的地方 才能拿到内裤 要知道本就是八楼外加黑灯瞎火 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去 这么高的进货风险 还能做到次次不落 这盗贼也是真够敬业 不得不说这敬业精神真让人佩服 可惜就是没用在正途上 这个栏杆有一米多 翻过去了之后 那边有没有的栏杆的 然后他手都可以撑过去 撑过去都拿到我们内裤那些 那万一那个栏杆有没有栏杆 万一他抓下去了好黑的嘛 这又是八楼 还转一 又是半夜 两姐妹经过打听 在他们搬来之前 这栋楼也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但是没像现在这么疯狂 虽说这盗贼挺敬业 但这盗贼职业道德可不行 多次作案成功 显然对每次的进货程序 是了如指掌 如此如鱼得水顺顺利利 就对内裤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 只要对内裤的品质稍有不满 就随意把内裤丢门把手上 应声声让内裤在邻居家门上两杆 陌生女人的内裤挂在在家门把手上 让邻居苦不堪言 十分气愤 真是恨死了内裤大盗 大家也想尽快抓住这个盗贼 还祝货们一个安宁 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为了抓住这个内裤经销商 杜女士就和社友商量 在阳台安装一个摄像头 准备一批款式新颖的货物 洗好后上架 守住待兔等着经销商来进货 过不其然 经销商今晚又准时准点到来进货了 夜黑风高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 盗贼鬼鬼祟祟 以训练言而知识 收走了新上架的货物 最终晾在阳台上的内裤 都被变态盗贼带走 是一件不留 此时进完货的盗贼 肯定满心欢喜 殊不知被头顶的摄像头 记录的清清楚楚 小伙子 嗯 你这还是要带口子 这是两个嘴块吗 嗯 鱼儿大 你看到他 偷完了 偷完了 我们这里还两个嘴条 你看他 那下面两个嘴巴 两个嘴巴也是嘴巴 哦 一项嘴下垃圾走了 嘴巴都偷完了 嗯 鱼儿一次就上钩 这下可把两姐妹高兴坏了 总算抓到了盗贼 这下看你怎么跑 两姐妹就把监控带到了物业 让物业查查周边监控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人事出入 可让人意外的是 无论是从地下车库还是电梯口楼盗口 都没有看到变态盗贼出入 物业就认为盗贼是这栋楼的住户 发生了这样的事 物业表示会加固走廊通风口的窗户 不给盗贼可乘之计 虽然有监控 因为其戴着口罩 物业也不能确实是谁犯了 他们会报警 把杜女士提供的监控记录交给警方 警方表示会把监控里的男子声音打印出来 张贴在小区里 让住户们提供更多线索 相信警方很快就会抓住变态内裤经销商 让楼内居民不必每天担惊受怕 杜女士和室友也不用频繁购买内裤了 最后警方排查取证 也是很快就抓到了内裤经销商 但经销商直到被抓 也不承认是自己偷的 可面对事实般的铁证 不是你不承认就可以的 虽然偷的东西价值不高 但多次刑窃已经构成了道歉罪 警方已经依法将其刑事拘留 究竟是人性的泯灭 还是道德的沦丧 让内一经销商专门跑到居民楼进货 小编觉得这盗贼也是离谱 两个月连续专偷一个人的 不被抓才怪 转弁 让内装